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美摩擦在天新的事例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今天将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与中国移动国际美国有限公司 列入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 2019年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要求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列出经发现对美国国安构成让人无法接受的威胁的电信设备 与服务制造商名单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去年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以及中兴通讯等等五家中国公司列入了首批黑名单 卡巴斯基实验室则是首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公司 路透社报道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委员卡尔今天表示 新名单将有助于保护美国的网络 免于中国和俄罗斯等等国家支持的实体的威胁 这些实体企业从事间谍活动 或者以其他的方法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警告 使用卡巴斯基软体可能会让美国网络 受到俄罗斯网工的风险 美国已经在2017年正式禁止 该公司的旗舰防毒产品进入联邦网络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 卡巴斯基列入黑名单时 并没有提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或者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警告俄罗斯 可能发起网工回敬美国对俄罗斯制裁 和对乌克兰的支持 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卡巴斯基 始终否认自己是俄罗斯政府的工具 卡巴斯基今天对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决定 感到失望 并且声称这是基于政治因素的决定 正为一栋国际美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 则是还没有进行回应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则批评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滥用国家力量 在没有事实根据的状况下 再次恶意地攻击中国电信商 美方应该立即停止 对中国企业的无力打压 中方也会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企的合法权益 俄乌战争进入第31天的时间 随着战况持续 俄罗斯军队的行动越来越惨无人道 根据CNN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大肆地屠杀平民 16号对乌克兰南部城市马利坡 一处作为避难所的巨员进行轰炸 建物被严重回损 当时有许多平民在其中避难 对此 马利坡市长一名过问后楼 这起事件大约有300人罹难 600多人幸存 报道指出 因为警政系统以及紧急单位 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剧院遭到攻击事件的死伤 迟迟没有办法给出官方的正确数据 马利坡市长顾问安德·李生科 透过Telegram公布了剧院相关死伤数字 因为使用剧院避难的平民是来来去去 数据每一天都在变化 安德·李生科表示 为了搜集较为正确的数据 市议会甚至还寻求剧院附近的住家 以及事后到现场者的协助 甚至连一名掌握明确资讯的当地记者 都来帮忙市议会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见证 这是伟大而细致的工作结果 而目前数据出炉 攻击发生的时候 剧院内一共有900多人在避难 大约有300人死于恶军的攻击 多数集中在较高的层楼以及剧院后方 幸存者则是大约600人 大多正要动身前往扎波罗日 安德·李生坑称 这笔数据几乎等于官方结果 另外CNN透过卫星空罩图发现 遭到俄军轰炸的剧院外 广场上在战争爆发后 还特别余地上标示了俄文的儿童字样 设施内部也的确有许多避难的儿童与老人 但是相关标示 仍然没有办法让剧院逃过攻击 乌克兰外交部指控 俄罗斯犯下的就是战争罪 另外根据法新社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25号表示 法国将与土耳其以及希腊 联手地展开人道救援行动 从遭到俄罗斯军队攻击的 乌克兰城市马利坡撤出民众 马克龙表示 他将在48小时到72小时之内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性的讨论 以敲定细节并且确定执行方式 马克龙说 他希望尽可能地救出最多的人 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天就展开撤离行动 今天稍早 乌克兰官方透过社群平台宣布 在总统泽伦斯基的命令之下 首次将11名从沉船中救出的俄军 透过换球的方式 救回了19名先前曾经怒呛俄军去死吧 驻守在蛇岛的乌军 每日邮报报道 乌克兰保卫蛇岛的19名驻军 先前传出因为军决投降 怒呛俄军去死吧之后殉职 但是事后证明他们并没有丧命 只是遭到了俄军 当成俘虏关押 而如今成功释放 借由换球的方式换取自由 好莱坞知名新基努里维 近日遭到中国民众指控入华 事件起因是基努里维在本月初 出席了西藏之家公益音乐会 西藏之家是应达赖喇嘛要求 而成立了国际非盈利文化保护组织 主要是要保存展示 以及保护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之后 西藏的古代哲学 艺术和文化传统 洛杉矶时报报道 在出席西藏之家公益音乐会的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串流平台腾讯视频 下架了至少19部 由基努里维主演的作品 其中包括《骇客任务》三部曲 《捍卫战警》等等 优酷以及米古视频 则拔除了他担任配音的经典动画片 《玩具总动员3》之外的所有电影 其他平台像是《哔哩哔哩》和《西瓜视频》 也都比照办理 而且即便是保留了《玩具总动员3》 基努里维的名字也被移出了演员名单之外 除此之外 在爱奇艺上搜寻基努里维的名字 只会出现抱歉没有发现相关结果 由于有关法规和政策 部分结果无法显示 报道指出还不清楚 到底是谁下令删除了基努里维作品 因为中国官方机构或者是平台 通常都会自我审查 移除可能会惹上麻烦的内容 除了与基努里维相关的电影 在中国境内下架之外 还有不少的中国网民 呼吁应该要将基努里维列为失德艺人 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共当局 对此事进行明确的表态 曾经担任中国环球电视网 节目主持人的澳洲籍华裔女记者陈磊 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一年半之后 现在传出将会在下周四 下月三十一号与北京出庭受审 美国之音组合报道 陈磊曾经是中国环球电视网 或称央视国际台上的一个 经常露面的节目主持人 但是自二零二零年八月起 他就突然的从荧光幕前消失 他的家人在开始的七个月里 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 直到中国当局透露 这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 已经因为涉嫌向海外提供 国家机密而被捕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陈磊陈磊泄露国家机密的案子的法庭 将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具体的开庭时间是下周十四上午九点 澳洲外交部并没有就此事 回应媒体寻求评论的要求 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此前一再的表示 陈磊的案子缺乏透明度令人关切 而陈磊的家人则始终认为他是无辜的 陈磊的一位侄女 以陈磊家人发言人的身份 去年曾经表示 他不认为陈磊会故意做任何事 去伤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路透社曾经联络中国外交部寻求评论 但是没有立刻得到回应 不过中国外交部此前称 陈磊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 陈磊出生在中国 年幼的时候就随父母移居澳洲 之后加入澳洲籍 他投身电视新闻行业之后 曾经担任过CNBC驻北京记者 之后又跳槽加入中国环球电视网 陈磊2020年8月在中国被拘捕时 他的两个年仅9岁和11岁的孩子 正在澳洲探访他们的外祖父母 由于陈磊被捕的时机十分蹊跷 而且又缺乏有关指控的具体信息 外界一直都怀疑 陈磊一案是出自于政治动机 而且是为了对澳洲做报复而采取的行动 陈磊被捕之前 澳洲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 在澳洲警方展开对外国影响力调查之后 好几位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 被迫得离开澳洲 北京不仅不满澳洲 利用反外国影响力法 阻止中国对敏感领域的投资 还将华为排除在澳洲五居网络建设之外 而且对于澳洲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源头 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 更是口诛笔伐 时至今日 在陈磊即将出庭 接受泄密案的审理之际 中国与澳洲的关系 丝毫不见改善 中国新任驻澳洲大使肖谦 今年1月底赴任旅行之后 曾经发表了一份 言辞相对友善的书面讲话 不仅表示要消除中澳之间的误解与疑虑 而且希望推进中澳关系重回正轨 美国之音当时曾经报道 澳洲政府高层和议会 仍然对肖谦呈现的微笑外交 保持着审慎和怀疑的态度 根据澳洲媒体的最新报道 肖谦曾经正式地要求会晤澳洲总理莫里森 但是遭到了拒绝 澳洲外长马里斯佩恩 3月25号友会误了肖谦 但是双方并没有能够解决两国的任何分歧 而如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即将要正式地审理陈磊 被控泄露国家机密一案 有可能会给中澳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